周氏錦樂 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事況 我是周中俊昌 看到人民幣繼續轉弱 跌破七算 官方或專家都撲出來說 人民幣不會大貶值 這也想和大家分析 騰訊業績不錯 不過股價要跌 剛剛還看到有大行下調評級 不過我自己覺得 似乎騰訊現在的股價 其實是比較貼近支持位 相對不需要太擔心 還有就是世界大使 美國債務談判 是否有甚麼新進展 是 一齊和大家分析探討一下 昨晚美股因為整體 債務上限過危機舒緩 其實銀行危機中小銀行的狀況或股價都向好 所以見到昨晚美股升得不錯 升4.08點 導致 納指也升1%鬆一點 也有150點 恆指高開 抱歉 高開 繼續走高 中吳馬升217點 中吳成交有570億 最近來計算是比較活躍 北水一定是其中一個主力 因為北水正買入82億 看到了 基建電訊石油 很傳統 很典型的中特股概念 這些板塊明顯是有上升的 內房和餐飲消費方面 股價都比較走弱 北向資金 北向資金今天是正買入12億 北向資金今天是正買入12億 好 說一說人民幣的情況 我不知道大家多不多下欠人民幣的資產 我自己都有些 見到離岸和再按人民幣 由昨天開始 其實都穿七算 兩者都跌破了七 如果今天看回 分別是去年12月以來的首次 去年12月那時還說 疫情還未完全放開 或者信心還未強 這個情況一定是七算 雖然反反覆覆 升穿過又跌穿過 都好幾次 始終都是大家一個重要的心理慣後衛 證券時報引述分析師黃青指 美國的經濟下行壓力很大 美元持續上升的可能性不會很大 今年海外經濟轉差 內地經濟持續復甦 這是他的看法 人民幣認為 不存在一個大幅貶值的空間 不過這樣 我會看重一些更加外圍的經濟數據 其實在周氏錦囊或其他節目 都有繼續和大家分享 看到今天上午 即是剛剛港股開市的時候 如果有留意多些外匯 或其他新聞的朋友可能都會看到 澳洲的就業數據 是遠差預期的 差得怎樣呢 其實他的失業率 原本預計是維持3.5% 但公佈了出來 是升了0.2% 即是上升了3.7% 為甚麼呢 其實 在講究就業人口 原本 預計是有2.5萬個就業人口增加 因為上個月都有5.3萬 但最終公佈出來 有4千3百個就業人口減少 所以如果從其中一個重要經濟數據去分析的話 其實澳洲的經濟都是轉弱當中 加上我們之前說過 其實海外和中國經濟數據 我也不覺得太好 如果大家有印象 在星期二的時候和大家說 1999 他主席說的話 其實未來兩三年內地內房都不會太好 所以我的看法是各個國家的經濟數據轉差 問題是誰差得快些 而最近其實你看到很多貨幣 例如日元、歐羅、英鎊都開始轉弱 所以我自己看 這些經濟數據轉差 很可能反而令資金回流回到美元的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沒甚麼投資機會 所以我覺得短期美元可能會繼續強些 即是說如果我們看人民幣是用美元對人民幣去看的話 其實反而我覺得有機會再貶多一點 如果我們放大整幅走勢圖去看 紅色、綠色的就是美元對人民幣走勢 向上就是人民幣貶值 紫色這個其實就是美匯指數 即是美元對綜合主要貨幣的走勢 即是美元強還是弱 看到其實人民幣開始轉弱 屬於一個領先指標 即是人民幣是比較早開始轉弱 而美元亦都在較後的時刻 才全面開始轉弱 而如果你看回最近兩天的升幅來計 因為似乎人民幣的跌幅 雖然方向都是一致 即是人民幣跌 然後美元轉强 但是似乎人民幣的跌幅 是有少少大過整體美元的升幅 即是說可以簡單一點這樣說 其實人民幣除了因為美元轉强之外 應該投資者對它也有自身的因素 即是針對人民幣的因素 令人民幣的貶值幅度 稍為大過美元的升值 好了 講到美元 一定要講最近的美國債務上限的談判 有新進展 我事先聲明 其實我不想去太有新進展 我想去最好談久一點 談不成 驚險一點 為甚麼呢 因為遊戲的玩法 就是 其實對於美國來說 提升債務上限 沒有太大成本 只是一些政治操作居多 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驚險一點的話 即是甚麼 時波幅大一點 美國的資產 美債有機會跌得深一點 有機會便宜點買 當然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錢也沒有那麼容易賺 眾議院議長已經表示 他覺得美國是不會違約的 而且 還說 之前出來談的 都是一些級別比較低的人 星期二 終於看到拜登和哈利斯 即是總統和副總統 增加了問題得以解決的信心 當然 另一邊商 拜登也出來說 他也是 說一些事實 大家都並無選擇 都一定要 走在一起 耶倫倫那方面 其實他也是不斷重新 耶倫現在是財長 他就說 6月1日 即是耶倫媽媽就說 哎呀 你們乖 6月1日是解決問題的死線 諸如此類 大家也看到剛剛這個星期 但是財政部 賬面上的錢 的確是跌得比較快 我想有一部分原因 之前也解釋過 其實美國 他的經濟消費都不是那麼好 所以 其實 今年美國的稅收 是差過去年 OK 在這個時候 除了我們吃花生之外 大行都出來帶頭吃花生 他們其實都 陸陸續續都猜一下 這個X-Day 所以X-Day 就是美國債務違約的日期 OK 是何時來的 見到其他外資不說 講一下未知 摩根大通 他就猜是6月7日 但是 6月7日比較貼近 耶倫所說的6月1日 但是高盛 他相對樂觀些 或者他的看法有點不同 他似乎都不太相信這些政府官員說的 他自己會覺得 最快都要到7月 甚至是9月 究竟我們今年有沒有機會 見證到美國的X-Day 大家拭目以待 好 希望可以繼續抽時間和大家分析市況 整理資料真的好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片 給點鼓勵和支持 有甚麼疑問或建議 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就這樣 多謝大家 拜拜